第四十题下列有关各种气体性质及用途的叙述何者正确 A 洋芋片包装中常通入雅气保持新鲜错 我们通入的是氮气 B 干冰周围产生的白色烟雾成分是二氧化碳错 白色烟雾是扣水蒸气凝结成的小水滴 这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重点 C 氢气可使钢丝绒产生生锈的现象错 钢丝绒生锈是跟氧气作用不是跟氢气作用 Z 用氦气填充气球比氢气安全对 因为氦气很轻可以让气球飘起来 同时它不可燃所以比较安全 这也是老师上课提示过的重点 第四十题问说下列有关各种气体性质及用途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Z 用氦气来填充气球比氢气安全 接下来 感谢观看